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汉语课堂 门外挂着灯笼 课文3 学习目标 学完本课后,你需要能够认读理解课文内容 独立完成练习题 我们开始吧 课文3 请注意听 请跟着我读 新年早上 我和哥哥先放鞭炮 然后穿着新衣服向爸爸妈妈拜年 祝他们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祝他们新年快乐 祝我们学业进步 爸爸妈妈给我们红包 祝我们学业进步 我们拿到了红包 高兴极了 月板上 父母 口语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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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早上 我和哥哥先放鞭炮 新年早上 然后穿着新衣服 向爸爸妈妈拜年 祝他们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爸爸妈妈给我们红包 祝我们学业进步 我们拿到了红包 高兴极了 课文练习 练习一 根据课文 选择正确答案 第一题 什么时候我和哥哥放鞭炮 什么时候我和哥哥放鞭炮 A. 除处早上 A. 除夕早上 B. 新年早上 C. 新年晚上 B. 新年早上 答案 什么时候我和哥哥放鞭炮 B. 新年早上 B. 新年早上 B. 新年早上 B. 唱歌 C. 放鞭炮 新年,我和哥哥穿着新衣服 想爸爸妈妈做什么? A. 拜年 B. 唱歌 C. 放鞭炮 答案 新年,我和哥哥穿着新衣服 想爸爸妈妈做什么? A. 拜年 第三题 为什么我和哥哥高兴极了? A. 因为我们拿到了鞭炮 B. 因为我们得到了红包 C. 因为爸爸妈妈助我们学业进步 为什么我和哥哥高兴极了? A. 因为我们拿到了鞭炮 B. 因为我们得到了红包 C. 因为爸爸妈妈助我们学业进步 答案 为什么我和哥哥高兴极了? B. 因为我们得到了红包 B. 练习二 B. 根据课文 B. 回答问题 B. 第一题 B. 为什么我和哥哥都要穿着新衣服 B. 拜年 B. 为什么我和哥哥都要穿着新衣服 B. 为什么我和哥哥都要穿着新衣服 B. 为什么我和哥哥都要穿着新衣服 B. 拜年 B. 为什么我和哥哥都要穿着新衣服 B. 答案 B. 答案 B. 为什么我和哥哥都要穿着新衣服 B. 拜年 B. 因为是新年 B. 所以我和哥哥都要穿着新衣服 B. 拜年 B. 第二题 B. 象哥都要穿着新衣服 B. 经验 答案 新年,我们祝爸爸妈妈什么? 新年,我们祝爸爸妈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第三题 爸爸妈妈除了住学业进步以外,还给了我们什么? 爸爸妈妈除了住学业进步以外,还给了我们什么? 答案 爸爸妈妈除了住学业进步以外,还给了我们什么? 爸爸妈妈除了住学业进步以外,还给了我们红包 练习三 选词填空 第一题 先 新 新年 拜年 到了 早上 弟弟和妹妹 穿好 衣服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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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奶奶 先 然后 先 先 先 新年 新年 拜年 先 教讯 ни 区 عل 然后向爷爷奶奶 答案 到了新年早上 弟弟和妹妹先穿好新衣服 然后向爷爷奶奶拜年 第二题 红包 住 学业进步 身体健康 弟弟妹妹 爷爷和奶奶新年快乐 爷爷奶奶先给他们 然后 住他们 然后住他们 红包 住 学业进步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弟弟妹妹 我 我 我 和奶奶新年快乐 爷爷奶奶先给他们 然后祝他们 答案 弟弟妹妹祝爷爷和奶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爷爷奶奶先给他们红包 然后祝他们学业进步 总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第三部分课文内容 新年早上 我和哥哥先放鞭炮 然后穿着新衣服向爸爸妈妈拜年 祝他们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爸爸妈妈给我们红包 祝我们学业进步 我们拿到了红包 高兴极了 我们做了练习题 根据课文选择正确答案 根据课文回答问题 选词填空 希望你喜欢这堂课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